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小阳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引进入资料库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新闻的分析 来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我们更欢迎大家来捐款支持我们 不管是支持公民行动引进入资料库 或者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都让我们透过公众的力量公众的支持 让我们能够做好的报道做好的节目 那在我们的节目的画面 如果是影像的话 画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捐款的资讯 如果您是听Podcast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的这个说明囊当中 会看到我们相关捐款的方式 好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一个话题 其实是跟我自己会比较有关系 因为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在大学教书 在大学最近这几年 其实教育部推动了一个新的计划 大概已经有三年左右的时间 叫做大学社会责任 那大学负担社会责任听起来应该是一个理所当然 要不然这些大学存在的目的 难道只是教学研究吗 可是教育部他却花了非常多的经费跟资源以及时间 在鼓励大学去实践社会责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他邀请到的是 屏东大学社会发展学系的副教授邱玉彬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邱老师你好 OK 中翔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刚刚谈到大学社会责任 你自己本身也参加屏东大学的这个大学社会责任计划 我自己也是中中大学重工大学路计划的这个主持人 那可以告诉我们一下这个大学社会责任计划 到底是怎么产生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好 我现在就要全从教育部长来解释 今天应该是部长教育部来解释 不过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案子是从2017年 2017年开始做事办 然后2018年开始第一期这样子 然后到了2020年1月开始是第二期这样 好 那这个是教育部支持的一个计划 那大概是一些比较资深的老师跟教育部的官员 大家一起讨论出来 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变动这么频繁的这个时代里面 那大学他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某一个城堂也是协助大学 因为台湾现在这么多大学嘛 做一些转股的工作啦 怎么去适应或者说怎么去看到这个社会变迁 那大学在这里面因为拥有资源嘛 然后有知识 然后有人力 然后透过教学跟研究 你可以对这个外在组的社会变迁 有什么样的帮助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提法其实是有趣的啦 有趣的意思是说 那就意味着过去的大学 没有负责任 好像没有负到这些责任 某种程度好像也是啦 我会想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呢大学 那时候没在插什么外面的社会变迁什么 然后顶多 就是国家的科学 或者说产业发展 工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 然后大学就设一些科技去因应 大概就这样而已 我其实问过一些老师 他们对大学社会责任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老师们的回答 可能跟我们长期比较会去做社会参与的有些不同 有些老师会觉得说 我们只要好好的做完研究 好好的教书 让学生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他其实就已经是负到大学应该要的社会责任 你怎么去看呢 对啊这难道不是一种社会责任吗 就是我把书交好 我把研究交好 在知识上面 在专业上面有累积 让下一代能够成长得更好 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有贡献 不也是责任吗 为什么还要再多做了一些 这个叫做大学社会责任的东西 我觉得他大概有一个背后的假设 就是说你什么叫做好的研究 什么叫做教学教 什么叫做教出来学生是有用的人 有用的好的这个定义是什么 那过去有可能就是行循规道举跟着社会的需求去做个小螺丝钉 我就是社会有用的人 那我们现在所属的社会变迁是非常复杂 然后比如说城乡差距 城乡差距的解决方式 过去的方式是路轻轻了 轻好 轻好看 城乡到一会就会缩小 错了嘛 过去证明告诉我们路开越多 对不对 那个铁路开越快 那人口流逝越快 城乡差距越大 都市集中 反而变成是缩短层层的距离 而不是缩短层乡的距离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大学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你可能就要起到一些比较积极的作用 你来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你训练出来的人 比如说像我们在屏东嘛 那我训练出来的人才 他具有知识 是不是要比较能够符合南台湾或是屏东 这些特殊的 比如说我们在讲偏向 然后或者是说南台湾的 他不是在北台湾这么 这个资源这么多的状态底下 那这些里面的社会的样态的转变 社会议题的出现 你这个大学的训练 有没有办法去回应或是符合 这个很特殊的需求 或者是说老师的研究 对 你有没有办法去回应这些东西 对不对 不然当然 不是说大学都要处兵发生关系 但是你久不久 一间台湾比如说我经常在讲 说平东大学在平东 结果你对平东 一无所知 或者是完全没有兴趣 这个不就是很好 这其实在很多的大学都会是这样 特别是在比较乡村型的大学 就是老师跟学生的课大部分都排在二三四嘛 因为他可能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 然后所以他跟这个地区跟这个在地的接触 相对之下是比较少的 我觉得讲白一点 你在台北市也是一样啊 你在台北市中心的大学 也不见得对台北的议题真的感兴趣嘛 或者是说他有能力去回应 那简单讲我们过去的教学就比较细嘛 就是这样传下去 咬啥啥啥啥啥啥 大家就照这样下去 我如果换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啊 就是说大学社会责任 其实有一部分在所谓的人才的培育 那就刚刚谈到的教育的工作嘛 在大学里头教育工作就是一个人才培育 那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一样在训练所谓的社公司 跟我们一样在训练这个设计师 比如说工业设计各式各样的设计 那有大学社会责任这个历程 跟没有大学社会责任这个历程 那当然我们看到他的教育 跟他的社会互动的方式会不同 这两种的类型的人 就是假设有经过这个USR跟没有经过USR 他可能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各校的USR的计划内容相差 其实非常非常大 那但是我觉得比较有意识的共同点 大概就是说 各校在教学或者是研究的过程里面 你能够跟外在的社区 或是你处的社会 外在社会有一定的互动 比如像我们平东大学的教育系 你在平东这么不用 平大培养出来的老师 你有平东许多偏乡小校的经验 训练出来的学生当的老师 跟在台师大训练出来的老师 不一样 那为什么 因为你有跟社会跟平东的偏乡 平东的这些小校有去engage过 那我觉得这个大概是USR想鼓励的东西 那我经常有一个东西形容 就是说 其实我们把学校想成一个工厂 从原料开采到制程到产品最后出来 这个过程如果对社会有帮助 那这个就是企业有尽到社会责任 你如果没有污染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废料 你对的工又很好 让我出来的商品又对社会有帮助 这个是7月有进到社会责任 那大学某种程度你来想大概也是类似 大学里面有老师有做研究 然后有很多经费 然后有教学 训练出来的学生 还真的可以为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台湾高龄化 那高龄化到底要怎么处理 有很具体的东西 各社区都有社区发展协会 社区发展协会都在办那些关怀据点 然后老人的共同送餐 这个有没有办法在以大学的基础 学术基础 教学的能量让它更为丰富 更为多样化 甚至去带动我们的高龄 高龄者的社会生活的多样化 多才多姿 像这种东西就是会很具体的 很在地的去呈现 那我就举一个我们的 这个约实上我们今年的例子 我们有一群学生跑去附近 就屏东是周边的一个小社区 社区里面的阿公阿嬷 一个礼拜有几天就关怀据点 然后他们就去跟他们聊天 然后做采访 做完口述历史之后 发觉说原来这个地方野菜 是一个很重要的烹调 人家家户户户大概都会 买一块野菜这样子 因为是在 其实就在客家人跟原住民部落中间 所以一百多年来 这种野菜是很普遍 然后现在学生就开始去做访谈 然后去拍他们野菜长什么样子 甚至自己去种 因为那社区的阿嬷都在讲了 种一种之后开始去发展食谱 然后去做菜单 做料理 然后他们做完之后回馈给他们 然后去煮给他们吃 这样就很高兴 就说原来我们这些家户户户传统东西 是那么有趣的这样子 好 那所以他们的料理 他们的食堂就开始丰富起来了 不会是单纯的过去的那个 就是很单独化的东西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在一个培养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他必须要了解社会 他必须要走入社会 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在学院里面 在所谓的专业里面的一个养成 而是要把他专业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养成的过程当中就跟社会产生连结 那所以刚刚也提到说 USR其实有一大部分除了人才培养之外 还有一个是重要的走入社区 可是说实在的走入社区这件事情 对于长期在大学 在学院里面养成的大学老师来讲 他可能是陌生的 对就是我们可能从小到大 就是乖乖的读书长大 不知道什么事 这个大概都会听到 但是我觉得台湾的社区 运动社区组织 这都很 真的我觉得很友善 所以说甚至是愿意来帮老师 我觉得这个 就是也是辛苦这些社区组织 那当然有听过更糟的例子就是 社区要教你老师也不学 或是老师直接拿个横斧拍个照片 结案报告要用这样 比个赞 靠腰 每次都这种 如果这种社区组织 也不想跟你互动 那我相信这样的计划 就如果是少数的话 这种也不会成功 它也不是一个好的案例 那我觉得比较积极的就是说 老师要先对社区有一定的理解 以及能力去进入社区 那这个老师 我觉得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培养的 或者是说 学校里面有这些经验的老师 就先集合在一起 然后像我们自己就是会带着 其他比较没有经验的老师 那我们也会协助老师 那这个计划就是协助老师 你愿意发展出这样的课程 出去带学生 什么叫带学生 什么叫带参访 什么叫做田野调查 然后到最后怎么写行动计划 怎么去跟社区互动 到最后怎么回馈给社区 这些前前后后 其实不是一个很单纯的SOP 这些东西你如果没做好 那你跟社区的关系 不仅会像你讲的可能去打扰 甚至你会去 你会乱 伦理上要特别特别小心 所以我其实也跟教育部的一些 包括防兵委员讲说 也不要一来就一直在问说 我们到底对社区贡献了什么 或是说改变了什么 我们有多少业绩 场域有多少改变这样子 我就说不要把它想的非常简单 你这不是好好做生殊的 我就不是说实际大家去做什么 让大家去吃香什么 不是这样 你是跟社区我们讲共学共办 那这个要花时间了 然后你也不要一直逼说 你这个计划 像你们对民雄 你改变的民雄多少 每次来都在问 三个月半个月半年就来问一次 社区改变谈何容易 对不对 然后而且社区的需求 有可能每一年都会改变 我今年需要这样子 明年想要做别的事情 那我就 我没有办法延续去年的题目 但是就教育部来讲 他考核或者是说他评审的标准 可能还留在上一个 那去年做的做的 现在变了 为什么变了 因为社区变了 对不对 那我们既然要跟社区合作 我们就要去 想办法让社区的这个变迁的过程里面 我们老师以及学生的教学都能够产生改变 这个才是一个善进社会责任的大学 该有的事情 我自己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们也常常在讨论 我们当然是有一些规划 就是第一步怎么做 第二步然后怎么样进入社区 怎么样进入场域 进入田野 可是其实我们有一个东西 我会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 有一个就是反思 就是在进入田野的时候 他必须要回过头来反思 那在反思田野有一个更重要是了解 因为你不了解你可能就不会进入 然后你不知道怎么进入 然后回来要反思 反思之后要不断的修正 所以我们就是一种有动态性的 这种所谓的计划 所以这可能跟很多人在做计划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思考模式 我们待会回来的时候 就跟他继续讨论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教育部的计划 可是不管是教育部的计划也好 或是科技部的计划 或是政府的计划 他常常都是有一段时间一段时间 那很多老师他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 并不知道该怎么做 可是当他开始熟悉之后 这个计划这个支持可能就停掉了 那这该怎么办 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样鼓励老师愿意走出校园 愿意走入社区 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机制 去协助这些老师 或是做一个鼓励 那更重要的是 这些做下来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计划结束就一切都消失了吗 还是他有长久更好的一种经营的方式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就是比较敏感 下一步其实这个部分都不敢多谈 什么叫好的大学 不就是我对自己的方向感觉好 对不对 这个校长不是独裁的 这个校务会是一个公平的民主的原则 所以你基本上这个大学你要先对人好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惠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惠客室呢 会同步在灿烂时光惠客室的脸书 还有公平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的脸书 以及YouTube 公库的YouTube上面 我们会有直播 所以你除了订阅我们的Podcast频道之外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影像的节目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个 我自己参与的一个计划 叫做大学社会责任 这是由教育部所支持 或者是开始去引导的一个计划 这相对于过去台湾的政府 台湾的教育单位 强调追求卓越世界排名的做法 事实上是有很大的改变 可是这个改变 它可能是一个进步的 或者是让大学更接地气 但是这个改变 到底能够支持多久 或者是能够让多少的老师们愿意去加入 恐怕还是一个去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今天在节目上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屏东大学社会发展学系的 副教授邱玉斌 邱老师你好 OK 其实我们刚刚有谈到 这个是一个转变 这是一个转向 那这个转变跟这个转向 其实我觉得对有一些大学来讲 现在可能会比较不同 一开始其实他可能也不知道 什么是社会责任 那他其实就是因为以前可能是有追求卓越 或是五年五百亿或是其他相关的补助 但是我们做了这个计划之后 因为补助项目改变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转而到这里来 所以一开始对很多的大学来讲 可能只是因为经费 这种所谓的竞争型的经费的需求 那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开始是不是一个好的 就是说他到底能够长期来看 对台湾的大学教育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或者是其实对很多来讲 他只是停留在一个经费的概念而已 我觉得当然不可会也一定有很多学校是 就是看在经费份上大家去申请 那这各校现在开始都是竞争 这种竞争型的计划 本来就是鼓励大家去竞争 那谁上谁不上那个标准 透过这个标准来慢慢引导各校 那像我们学校当初也是 就是这个教育部开始真案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那到底用什么方式这样 那我们学校现在有四个USR的计划 就今年有在同步执行 那我现在负责的这一个就是最早 早从事半期就开始执行 名字叫搖滚社会力 那名字觉得就有点好玩这样 那基本上的目的是这样 就是说希望我们可以把屏东大学里面 对屏东在地 对社会议题 对社会变迁有研究的老师 然后以及开设这些相关课程的老师 我们把它凑一起 那凑一起之后 我们成立了一个学分学程 像一个辅系的概念这样子 那你毕业之后 你中文系的同学也来修 什么传播系的同学也来修 修完之后你就有一个这个 学分学程的毕业证书 那就有点像是第二专长这样子 那 那这个学分学程的特色就是所有的课程 在这里面我们都会很强调 第一个就是问题这个解决 导向的课程设计 所以一定是有什么社区 或者是什么议题 或者是比如说原住民部落 或者是偏乡 或是什么什么这样的 这个产业议题有相关的 那这个课程 设计下去 我们跟在地的团体先进行协商沟通 那你们现在需要什么 你们今年想要做什么 那我们的课程可以怎么样来协助你们 哪些知识我们可以帮你 等等这些 然后我们带学生到现场去做调查 做访谈 做观察 那社区的朋友也要帮我们带学生 训练学生 等等 那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大学端跟社区端慢慢 两边都互相 所以每一个课程都这样子 那最后圈起来 我们目前这个学程一共有19门课 然后选修的学生有300多个 那这300多个学生修课 修完交行动报告 或是完成一个小的project或是什么 之后 如果有表现比较好的 学生我们就会鼓励他在寒暑假 就去申请比如说 实习 实作 行动方案 或是说申请各式各样的政府的补助 青年的各式各样行动方案 那像今年我们 就是去年 去年那个暑假我们 就有大概19对的学生到 南部的各社区去 那这些就会让同学在课程之外 他又更进一步的透过实作整个暑假 待在那边 比如说以前的提案 我就说现在高龄化社会嘛 然后长照 所以去地方 社区的关怀据点 然后他看到关怀据点 有一些需要改革的地方 然后都透过暑假实作又更去 那他无形中就对于所谓我们在讲高龄化 对城乡差距 对高龄者的社会生活等等这些 除了知识上 课本知识外 你有更多的实际的体会 那我们就有同学真的在毕业之后 就到地方的长照体系里面去工作 那我们也有同学在关注那些社区的 比如说生态旅游等等这些生态小旅行 文化小旅行 他毕业之后就到社区这旁边去工作 那这些都是可能 像我们又一处屏东 屏东的一些偏乡 台北不一定看得到这些 或是看起来都很平面 都一样嘛 但偏乡 我如果说大家偏乡都不一样 那到底每一个偏乡 每一个地区他所触碰到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个方式 去训练出来我们的学生 那所以有些学生他们在毕业之后 有些就会进到比如说社区大学 像齐美社区大学 平北社大 新化社大 都有我们的毕业生在那边 那简单讲 这个其实也某种程度去开创出一个 新的就业市场 什么意思就是所谓第三部门 或者是公民社会的就业市场 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 就是我们常常 比如说大学的真采大部分都是所谓企业真采 可是我们其实很少看到NGO真采 但是NGO其实更需要的人才 对那这个其实就很 我觉得慢慢开拓出一个 因为都会问 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 你刚才是要做的 比较要做的 那我们其实公民社会 过去发展的历史非常短 戒严时期没有机会 那慢慢有 这一二十年有发展出一些出来 那我们希望 那我们希望 学校 这端的训练就可以接上这里 那 那我们也不限人文社会科学 包括理学院的 包括管院的 其实都可以进来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三百多个学生里面 有来自各学院的学生 那这个其实也是好 就是说让每一个 学系的这些学生 他基本有机会 可以超越自己原本 学系的所谓专业的东西 对这个 那我们看到你们学校 在这个部分 其实就像 跟这些社区 或是跟这些场域 其实都有比较深刻的互动 也比较会从一个相对等的角度 来去谈 怎么去规划 怎么去合作 怎么培训学生 怎么样回馈到社区 社区也可以提供大学 什么样的协助 但是他背后可能有一个东西 其实是要思考 那大学本身的支持是什么 就是因为 如果有些大学 其实他只是觉得说 反正就是有经费进来 那但是他的支持系统是薄弱 但是这个其实也是 要一步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大学的支持 这是一个 好那假设是大学支持了 但是这个计划 总是会有结束的一天 这个结束的一天之后 结束之后呢 刚前面努力 会不会全部都化为乌有 然后又回到最原初的那个状况 这个就是检验大学的支持 是真的支持还是假的支持 好 如果说学校真的支持 那我甚至是已经改变了 我们学校内部的 包括学科分级 包括教师的互动 以及甚至教务系统 因为有些课我 我不是18周上了 我是希望可以比如说 9周上上完之后 后面9周 这会集中上课 那这个其实都挑战 原本的教务规定 那学校如果真的支持 那你就应该把这些东西都松绑 学校如果真的支持 那原本教师之间的 比如说我刚刚讲 因为我们这个学程 我说有19门课 对不起 19个老师39门课 那这些 不同老师之间的合作 其实是需要学校之间的 学校的鼓励 就你们老师有自己这些网站 自己这些价位 然后有做这些事情 就会有助于 我老师在学校里面的 包括升等等等这些 你不过有些学校 其实是并没有这些 所以我说真的支持 假的支持 你要整个计划结束完 你才看得出来 那如果有这些支持 那我们当然这股动力 还会在 我们这十几个老师 还会凑在一起 甚至还会有更新进的老师 我们就继续去弄 如果支持是假的 计划没了 不好意思 大家贵贱 这个没了 那 就贵于林吧 不过这个支持 可能也不经常 只有这个学校 就是我们看来 我们教育部的这个做法 是竞争性 就是我们要来提案 提案大家来比赛 比赛有输有赢 比赛你赢 但是到了时间你就结束 这种社会时候 不是本来就应该要做的 我们看来大学问题很多 大学的经费是有问题的 国家在这个资金费支持很少 然后你要他去做这么大的社会责任 很多大学行政的人都会觉得说 我们也很努力 但是我们没有钱 这种东西它不应该是一种 国家常态化编列在预算里面去支持要做的事情吗 所以我们也希望看到 就是教育部在这个部分 它本身也有制度化的打算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 因为像教育部现在 我们当然社会运动推动很多结果 现在教育部有性评小组 性别的教育小组 人权的教育小组 这些其实都会对教育部的政策起一些 有一些指引的作用 那大学社会责任这块 我说高教 我简单讲就是高教跟技职 这高等教育这部分 的跟社会的engagement 就是社会的互动 社会的这个联合 教育部有没有 有没有比较长久可以把它政策化的 打算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 教育部讲白一点 教育部如果有清楚的这样的方向 那各校就会跟着这样做 那什么叫尽社会责任 你就是对社会好 对不对 所以你基本上大学你要先对人好 所以我常开玩笑 你不可能有一个大学进到社会责任 在外面做的社会服务多好 结果自己的员工薪水都很低 工读生没有劳健保 对这个社会责任好像看是对外 那对内 例如说 例如说他的治理 学校的治理是不是民主化 或者是学校财务是不是透明化 这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责任 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就是比较敏感 教育部其实这部分都不敢多谈 那我 其实我刚讲过 大学社会责任 其实是从CSR来 企业社会责任 那企业 什么叫进到社会责任 企业进到社会责任 除了不排放污染 不制造社会的负担之外 对自己员工要好 对 要合理 合理的薪资 要给他组工会的权利 然后你财务要透明 等等这些 这个会计要公平 然后不会寻租 不会去贿赂 干嘛干嘛 对不对 这个才是好的企业 那一样什么叫好的大学 不是 我对自己互贡的好 对不对 这个校长不是独裁的 这个校务会是一个公平的民主原则 当中这些 其实说实话 都是应该大学社会责任 应该纳进的指标 因为你唯有这样子 里面才是一个健康的 大学知识环境 包括做研究 包括教学 那有这样一个健康的环境之后 我们老师带着学生往外冲 往外去 这个跟社区共办共学的过程里面 你才会 效果才会有 然后你回过头来 这个制度 即便计划支持已经停止了 你整个学校已经改变了 动起来 社会责任 大学社会责任 其实不是只有外部 内部本身的治理 民主 产业的透明 或者是 跟学生 私生的平等的关系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当然 它应该会是一个 比较常态化的支持 而不是只有这个竞争 那当然 这个会变得是 整体的大学的教师的养成 或是大学的设立的目的 恐怕都是要我们的教育部要更多的思考跟讨论 今天非常谢谢邱老师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我们再讨论相关的话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好 拜拜